虞扬把自己打扮成一个乞衣 运进津阳城,随街乞食 那样子真是整个鞭鞭 虞扬的老婆不见了自己的丈夫 就知道她肯定能走进津阳城 就进津阳城找她 在路边看到一个乞衣在求乞 她老婆就没有在意 只一听到一把声 好像自己丈夫的一把声 就走到前面看 看了一段时间就觉得不像 又走开 遇上乘机就快点跑掉 知道自己的一把声 还会被人认得出来 那样子还可以变 头发眼眉剃了她 用油漆擦黑的臉 那样子就不认得出 这把声就不变得了 那怎么办呢 如样的听闻人说 说吞点炭落土 那把声就会变的了 他真的拿点炭来 硬硬吞落土 果然把声都变了 本来她的声是很响的 一下子就变成豆沙喉 那过了几天 如样就再去街市行黑 大声地求黑 他老婆经过面前听到 那把声也认不出 如样就想着这回就行了 上茅声音都变了 连自己老婆都不认得出来 哪里还会被人识穿 如样就天天蹲在街边 来求黑 实际呢 就想等赵商纸出街 就乘机杀了她 谁知如样就有个老朋友 就住在进阳城的 啊 整天就见到有个乞丐 就蹲在街边 左望右望都不像 就是黑食的人来的 心中有点怀疑 有意来就看真下 见她的动静 就像了自己的老朋友 如样 这面貌声音就统统不像 那位朋友呢 也是个聪明人啊 她就特意走到如样后面 突然叫了声 如样 你什么在这儿啊 如样一听就立刻转回来看 哈 那一来就露了马脚了 那位老朋友一言不发 一手就拉着如样 带她回自己家 山埋大门就摆起酒菜 一边喝酒一边对如样说 我知道你的为人 你一定不会为自白报仇 不过你又何必用这样的办法呢 以你的才能 如果你假定投靠赵家 不用多久一定能得到他重用 到时你再找机会杀他 到时你再找机会杀他 岂非更容易得手 为什么你要这么辛苦 为什么你要这么辛苦 毁形灭性 连声都变了 这样来到行事呢 如样就说 多谢你指教 如果我投身照是 以后又杀他 那人家一定说我对主人不忠 用奸诈手段杀人 现在我七身吞探 毁形变声来杀他 光明正大 我要等天下人都知道 做人又要讲义气 你不能反复无常心怀意志 这才是大丈夫所为 今天就多谢你一番好意 一场朋友从此分手 以后永无相见 说完呢 如样就离开他那位老朋友的家 又是上街行黑 最终让他找到个机会 原来那时候智伯放水浸津阳城 就挖了一条河叫智伯渠 现在赵商寺 就利用这条智伯渠 来沟通南北交通 故此没有将这条河填平 还在河上建造了一道桥 来方便过往行人 那条桥建成 赵商寺就坐着马车来试察 如样就知道 这条新桥建成 赵商寺一定会来看的 故此呢 一清早 如样就身怀利都 就躺在桥下 扮成死尸 就想等赵商寺过桥阵上来杀了他 谁知赵商寺也十分稳固 他一来到桥脚 就先派人上桥查清楚 那那些随从上桥 看到有个死尸扑在旁边 就回来报 桥上没有人来往 只是有个黑衣的死尸摆在那里 一定是饿死扑在那里了 赵商寺一想 蛤 什么这么巧 桥刚刚收好 就有个死尸在那里 一定是如样想杀我的 立即派人去仔细检查 果然是生人扮死尸 身上还有利剑 赵商寺就亲自去审问 如样的样子和声音虽然变了 这些眼神就没得变了 赵商寺一认就认出来 这回赵商寺就生气了 我上次已经放了你了 冤仇已解了 如今你又来杀我 这回我不能放过你 立即下令推出去斩 那如样就放声大哭声泪俱下 赵商寺看到这样就问了 我以为你是名好汉 原来你这么怕死的 我哪怕死 我只是痛心 我死了之后 没有人为知白报仇 放过你一条命的 赵商寺听到这样就问了 你又回头了 你又口口声声要为主人报仇 其实你最初就是凡事的家臣 凡事死了你才去跟随之白 那既然你这么说的 既然你这么说意气 他叫做军对神于手足 神对君于心腹 空对神于献马 神就当军是过路人 怎能够一概而论 赵双子听完就说 怪不得你心如铁石 一定要为自白报仇 既然你是这样 我也不能放过你 讲完就解下身上的配剑 叫徐床就拿给御仰 叫御仰自杀 御仰就说 多谢将军欢红大量 胡人说 忠臣不怕死 明主成人之意 我只是想求将军一件事 我两次暗杀将军不成 没办法为自白报仇 今天临死 就求将军脱下衣服 让我斩一刀 就当做我已经为主人报仇 那我死亦眼底 赵双子听到他这么说 一来也有点连敏他的忠心 二来 亦想在那么多徐床面前 表示自己是尊敬忠心家臣 所以赵双子就真的除了锦袍下来 叫徐床就交给御仰 御仰就登眉露目 拿起配剑 捱声捱 今天我为主人报仇 说完之后 说完之后出尽力 一连就向着赵双子那件锦袍连斩三刀 然后就自杀身亡 赵双子就下令 用厚礼来安葬这个御仰 那对这位御仰 他七身吞弹 为主人报仇 所谓是为知己死 他的这样的做法 一直受人非矣 一个人如果不问是非曲直 不问好坏 只要人家对自己好 就当他是知己 就要为他卖命 为他杀人 那如果自己那位知己是坏人 那岂非是为苦作残 甚今情愿做人家的走狗 岂非是认财作苦 所以如仰虽然有胆量 有毅力不怕死 但是只知道舍身报答诗恩 死不得称为忠义 一死兴于虹无也 那现在又说回赵魏寒三家 这三家就分了自家土地之后 就胃口越来越大了 连晋国国军的土地 都拿出来分 就只留在江州 和曲一两个城池 给晋国国军来养老 赵魏寒三家 就号称三晋 反而要晋国国军 向他三家来朝拜 那时候晋国实在 已经名存实亡 军神明慧 已经反过头了 那齐国那时候 上国田行已经死了 他的儿子田盘当了上国 见到赵魏寒三家分俊 他也跟着来了 把齐国所有的大城池 分给他自己的兄弟中族 齐国国军就变成一名傀侣 那齐国的田家 就和晋国的赵魏寒三家 就结成同盟 四家就共同进退 那眨眼就过了二十三年 赵商寺 汉府 魏寒 都已经先后死了 就由他们的后人 赵直 汉贤 魏司 来接了赵汉魏三家的着位 那时候 周朝已经接近灭亡了 赵魏寒三家 就趁机派人送了一份礼 去见周朝天子 说 晋国国军失政 外离内叛 现在赵魏寒三家 以兵力来土佛叛乱 三家已经占有晋国之地了 就想请天子 将赵魏寒三家封为诸侯 那一来 即是说 将晋国 就分成赵国 魏国 韩国 三国 那位周天子 那时候已经没权握 哪敢说半句不字 即刻封赵席 叫赵后 汉贤 叫汉后 魏司 叫魏后 赵国 就定都 中谋 韩国 就定都 在平阳 魏国 就定都 在安入 三国 三国 自立太庙 成为三个独立的诸侯国 那赵魏寒三家 既然已经成为诸侯国了 晋国就正式灭亡了 晋国国军也被赶出皇宫 废了军号 变成一个普通的老百姓 那么这个中原大国 晋国 前后一共经过二十九代君主 到现在就正式灭亡 这个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三家分晋 由三家分晋 召魏寒三国成立开始 就算是春秋时代结束 战国时代开始了 春秋时代 就是由公元前 七百七十年 到公元前 四百零三年 期间就一共三百六十七年 这个春秋时代 就此结束 就开始了 齐楚 阴 赵 韩 魏 秦 七雄 并立 七国争霸的战国时代 那说战国呢 就先由赵 魏 韩 三国讲起 三国当中 魏国的魏民侯魏司 是最有言德 最有作为的君主 这位魏民侯呢 他曾经拜孔老夫子的学生 指下来做老师的 学过一轮如下 他自己呢 也写过六篇有名的著作 这位魏民侯一帮上国军 第一件事 就是虚心礼事 收罗人才 哪处有能人呢 他就亲自上门拜访 来 后世在三国时代 刘比三顾草努 就请诸葛亮出山 这位魏民侯更厉害 他就听闻西河人士 段干木就很有德行 这位段干木呢 就不肯出来做官 民侯呢 就亲自坐马车去请他 车到前门而已 那位段干木呢 就问侯门走了 哈哈 总是不肯见魏民侯 魏民侯呢 就干脆住在西河那里 每日登门求见 逐逐一个月 一日如此 那呢 最后就感动了那位隐士 最后就做了魏民侯的神下 那一传出去 四方言得之事呢 就民风而止 所以当时七国之中 魏国人才是最多的 那魏民侯除了重用人才之外呢 他就特别讲究信用 令出必行 有个日 刚刚就落大雨 天气又很冷 魏民侯呢 早朝之后 就留住那帮大臣 在后宫喝酒 来到遇寒 君臣之间谈笑十分融合 忽然间 魏民侯就问那些侍从 现在是什么时辰 主公 就快到中午了 魏民侯一听 啊 中午了 立即就下令 暂时停止饮宴 准备马车要出城 那帮大臣就问 主公 有什么这么重要的事 现在下大雨都要出城啊 魏民侯就说 没有 寡人约了人去打猎 哦 去打猎而已 好闲的事 这么大雨 主公就留在这儿喝酒 以后好天才去啦 魏民侯就不管那么多 立即下令喜晨赶出郊外 果然 在郊外 管理打猎的官员 就带上了一帮徐从 早就在那儿冒着大雨 在那儿供候 一见到民侯来 就说主公 今天大雨 打猎就打不成了 主公何必冒这么大雨 亲自来呢 魏民侯就笑小口说 寡人和你们约好 午时相会 你们都没有失约 无语在那儿等候 寡人是怎样能够失信用不来呀 既然下雨不能够打猎 寡人和你们上宫中 喝几杯酒 这件事一传出去 个个都说 魏民侯以礼对人 虚心待事 不失信手 确是个英明君主 所以以后 凡是魏民侯出的政令 招令直行 没有人敢违背 这位魏民侯 又样样都亲力亲为 外释百姓 所以在战国初期 七国之中 就魏国最强 本来呢 魏国的国境 就和秦国相连 秦国呢 一直都想攻打魏国的 就是因为 见到魏民侯这么得人心 手下这么多言神明章 故此呢 一直就不敢动兵 那时候呢 在魏国东北边 就有个古老的小诸侯国 叫做中山国 就在河北省定远的附近 那么这个中山国呢 本来就是晋国的属国来的 那么后来三家分晋 晋国亡了 那么中山国呢 就藉口说晋国都已经没了了 就不肯来进攻 那么魏民侯呢 就怕着中山国呢 会投降给赵国韩国 又见到中山国的国君 荒淫无道 摧残百姓 不得人心 那么魏民侯呢 就想趁机灭了中山国 来到巩固自己的边界 有一天 他就找了一帮大夫来到商议 排哪个当大仗的土佛中山国呢 魏民侯手下有个大夫 叫做敌王 这位大夫是十分有才华的 他就想 神宝举一个人 姓恶名羊 是本国人士 此人文武存在 可以当大仗去讨伐中山国 魏民侯就问 何以见得岳羊是一个言德之人呢 敌王就说出一段岳羊的往事出来 原来这位岳羊呢 年轻的时候呢 家境十分贫穷 有一天 他在路上收到旧黄金 欢天喜地就回家 说给自己老婆听 谁知他老婆一听 当堂就反面骂他 人穷都要穷得清白 这块黄金是执回来的 内力不明 我就宁愿饿死 都不要这些不义之财 岳羊就立刻对老婆认错 就拿回旧黄金的方回原地 后来 岳羊就辞别妻子 去老国为国来求学 去了一年就回来了 他老婆呢 就硬硬硬就访沙迹捕 一见丈夫回来就问 狼君学成归来了 岳羊就嘎嘎嘎 我还没学完的 不过我又挂着你 想回来看看你 岳羊的老婆一手拿在旁边的剪刀 将直紧那匹布白 一剪就剪成两剪 岳羊就说 岳羊就当堂害怕了 就问自己妻子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他老婆就说 一个人出去求学 都要学业完成 才可以回家 就好像直布 也要继成一幅布料 才能做得衣服的 现在 你先学到一半就回来了 中途而废 就好像直布一样 都没继成一幅布 就剪断了黎勇 那哪里能够成财 是呀 岳羊一听 心中当堂醒悟 好感激自己的老婆 敢来得督促自己 即刻咬紧牙关 词别妻子 离开家 逐逐去外面 学足七年 然后才回来 如今 岳羊已经学成 回来住在家中 此人能闻能无 学是个大将之财 那魏文侯听到这么说 就立刻想召岳羊来 又有个大夫上前劝了 主公 不行啊 不行啊 这次是要攻打中山国 岳羊的儿子岳叔 现在在中山国做官 那怎么能够派岳羊去攻打中山国呢 敌王就说 哦 这件事 神祖就知道了 岳羊的儿子曾经三番四次 找人来请他父亲去中山国做大官 只岳羊一直不肯去 他还对儿子说 说中山国军无道 一定自取灭亡的 他还劝儿子快点离开中山国 还有一样 岳羊这个人 功名之心很重的 主公只要封他为大将 重用他 他一定不会因为父子之情 而放过中山国的 主公 放心容他 魏民后就十分信任这个敌王 听到敌王这么说 马上就召见岳羊 谈论了一番行兵打仗的事之后 魏民后就开门见山来问 寡人想派你当大将去攻打中山国 不过你的儿子在中山国做官 你去攻打方便不方便 岳羊就站起来说 大将夫建立工业 国为其主 怎么能以父子私情 而误国家大事 神如果不能灭中山国 甘当军令 魏民后听到他这么说 即刻就拜岳羊为元帅 排西门炮当先锋 就调动五万军马 去攻打中山国 中山国呢 本来只是一个小小的诸侯国 一直都是晋国的属国来的 哪里抵挡得着五万大军呢 加上岳羊和西门炮这两位 都是了不起的人物来的 用兵如神的嘛 一下子就攻入中山国 将京城四面八方围到实 那个中山国国军呢 平日就放任务道指 知道尋宽作乐 现在大难临头就放到手足无草 有个大夫叫做公孙昭的就说 主公不必敬放 魏国现在派岳羊当元帅 他的儿子岳叔就在我们朝中当大夫嘛 主公只要叫岳叔上城 劝他父亲退兵 那就保保可以解围啦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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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